大家好,我是Yami 我身處澳門的夏環街 身後就是夏環街街市 夏環街街市是街市和熟食中心一體化的建築物 你沒看過它小小的 其實裡面有很多餓苦藏龍隱世有地道的美食 例如有25年老字號的燒味 而且也有秘製醬汁的咖喱麵等等 所以如果你們想吃地道有平民化的美食 來夏環街街市就一定沒錯了 好,我們現在出發 我個人比較推薦夏環街街市的一間蜆湯米粉 蜆湯粉非常新鮮 因為夏環街街市非常接近內廣碼頭 蜆一到就馬上送上岸 直接送來夏環街街市 所以我們吃的全都是新鮮又非常甜美 好 如果我們可以吃這個蜆米粉 再配上一份煎釀三寶 再加一杯港式奶茶 正呀 大家剛剛逛了這段路的時候 都看到我們夏環街是比較舊區來的 想體驗澳門舊有的味道的時候 記得來夏環街 好 我們現在一直直走到大街 河邊新街 河邊新街 向我們的左手邊走 直走十分鐘左右 就到我們的媽閣廟 待會我們的攝影師哥哥 你幫我拍一拍去那邊 等我們香港的朋友看看 大家看看 這邊 我們向那邊直走 就會到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媽閣廟 而向我們的右手邊走 大約一百米呢 對 拍到那邊 右手邊走一百米 就會到我們的內廣碼頭 內廣碼頭 就可以搭船到我們路環 和珠海晚 珠海那邊 也可以去到我們珠海的灣仔 是珠海的灣仔 而不是香港的灣仔 過了馬路之後 一隻直客 就到我們的澳門啤酒 好 我們現在到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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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sana Hello Yemi 等了你很久 Hello 我是Suzana 我是澳門啤酒大師 歡迎大家來到澳門啤酒概念店 好 我們現在出發 哇 這個真的很有特色 Yemi問我們 你們之前有沒有喝過澳門啤酒 還有知不知道我們以前澳門啤酒的舊包裝是怎樣的呢 我小時候看到我爸爸喝啤酒的時候 看到包裝上面有古老的帆船和燈塔 就像這個 大家看看 這個 燈塔的用途是指引著帆船回家的方向 所以燈塔和帆船是體驗了澳門開副早期的漁港風情 Yemi很好記性 是的 我們公司始創於1996年 當時有一個美國的釀酒師 在澳門路環建了一個市營的釀酒廠 出索多年 相信都是中國的第一間手工啤酒廠 後來就賣了給其他澳門商人 值得2000年的時候 就由一個日本的啤酒專家 也是世界財務500強的一間公司 日本麒麟公司就收購了 而我現在手上至於這一位 就是澳門啤酒聯席董事長 蔡明威先生 他是一個土生土象的澳門人 他一直都很希望澳門有一個屬於自己品牌的啤酒 所以經過千辛萬苦 在2016年的3月 終於都向麒麟公司收購了一半的股份 所以現在澳門啤酒就是由麒麟集團 和蔡明威先生的一個合資企業公司 嘩!是愛啊! 就是這個本珠 生於澳門、醉於澳門的愛澳情懷 令澳門終於有自己的啤酒品牌了 Susanna 我想問澳門啤酒是否一直以來都只有一種合法 我們其實為了滿足廣大消費者 對高品質的口味追求 所以我們在產品的包裝上面 和口味上面都有全新改良 我們隆重推出了100%精液物芽 去釀製澳門啤酒 我們採取了上層的發酵技術 用的材料都是精挑細選 而我們的包裝上面 除了大家看到用了大量的代表性綠色之外 都用了很多的金色來做一個點絕 這樣用來襯托現代當代澳門的摧綻和華麗 我知道澳門在2017年的時候 榮獲這個美食之都的美羽 所以澳門啤酒除了活躍於澳門之外 還打開了大陸和海外的市場 繼續向世界出發 沒錯 一定要令人知道澳門有很多很好的品牌 Susanna 我看到那裡有一個金屬 整個啤酒店是甚麼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個其實是一個釀酒器 在一些迷你的啤酒工廠都會看到 不過我們這個就是用了裝飾用的 我們工廠的那個比它大很多 Yammy 我帶你那邊去看看澳門啤酒工廠 好 我們一起去看看 你現在看到的一個建築物 就是位於我們珠海高新區的澳門啤酒工廠 我們的舊子就是澳門黑沙環的非通工業大廈 為了公司的發展 所以在2000年的時候 就背了去珠海的高新區 成為了一個名副其實一間澳門迷中心 珠海為基地的一個大灣區企業 而我們的工廠面積有20萬平方米 每年生產大概有17萬噸的啤酒 我們亦都有接待社團 所以希望大家日後可以過來參觀 然後現在你看到前面有幾張高桌 可以給澳門粉絲試飲澳門啤酒的同時 都可以了解一下我們工廠的製作過程 嘩 相信大家對澳門啤酒一定有更多的了解 我想問一下如果我們來到這裡 除了可以帶幾支澳門啤酒做手信之外 還可以買些甚麼回去 我們可以過來我們民創區這一邊 我們這裡有很多本地創作的手信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形象點 可以跟我們的遊客 甚至是本地的市民可以介紹啤酒的文化 令他們更深入我們認識本地的品牌 嘩 我看到這個袋子很漂亮 大家看看 Yammy很有眼光 這個袋子其實是由澳門和香港的設計師 一籌攜手合作和設計的 所以你看到每一個款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賣了這麼久的廣告 我們不如請大家喝一杯澳門啤酒 好啊 大家我看到現在我這裡 有兩支源自澳門傳物精釀的澳門啤酒 我首先講一下這一支 這一支就是澳門啤酒的澳門甘啤 它的酒精濃度會比普通的啤酒高少少 有5.1度的 我現在試喝一下 我覺得澳門甘啤麥味會比較重些 而且喝下去有一種回甘的感覺 我覺得呢 如果你們香港的朋友來到澳門 吃我們的土生蒲菜 例如說吃馬隔油球 飛走低啊 等等一些很野味的小食的時候 配上這一支澳門甘啤 就非常之夾了 另外這一支就是我們的澳門白啤 大家看看 它的酒精濃度就會比甘啤低少少 有4.7度 我們現在一起拿起來聞一下 是否有一種淡淡的香味 還有一種果味橙味呢 我們不如現在一起試喝一下 乾杯 乾杯 嗯 我覺得這一種味道呢 這麼香 這麼重的果香味 而且又清清甜甜 非常之適合女士 我自己都很喜歡這一種味道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喝到這一支澳門啤酒的白啤 向我們南環的雅聞湖搬 一直吹著海芳 欣賞著我們的湖景 我想起都覺得非常之Chill 而且很想去啊 Yammy 我和你分享一個小小的Sunset 為什麼我們澳門啤酒會有一個這麼獨特的口味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用了這個 我剛剛所說的上層發酵技術 其實我們這個也是一個L7的系列 所以喝起來口感比較豐富 層次感也比較多 變幻也很多 Susana 我看到你好像還有準備其他東西在我 對呀 我後面呢 為你這次準備了一杯Cocktail 哇 想不到原來啤酒都可以做Cocktail 嘩 口感非常特別 它有一種酸酸甜甜的味道 就好像我們加上一點點美味的感覺 嗯 我覺得很開胃啊 如果我們吃飯之前 喝一杯 我覺得一定會非常之好 想不到原來啤酒都可以做Cocktail 就好像我們澳門那樣 中西文化交會 而且也多元發展 我們今天虛擬旅遊就到這裡了 接近尾聲了 希望下次可以在澳門的時候再見到大家 拜拜 拜拜